FMQE.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大家新年快樂 我是漁夫 很歡迎還有我們這個 節目的時間到尾了 那麼我最近 準備要出桌了 因為 下了很多台南好地方 還有好出頭好家的地方 現在 我頂到的那一本桌 現在是不是出完之後 一大堆那裡的建廠 我買很多桌 我說怪奇啊 你們這些建廠是要買外桌上三個月 說原來要送他們的客戶 說蛤 送客戶 他說 你就不知道漁夫你這樣說到 台南要好出頭好好吃 很多人都惡禮 所以要搬來你知道嗎 欸 真的 要知道嗎 頂年齁 台南幾十萬的移民 移民來台南的齁 走來台南多了幾十萬人 所以我一間那奔到我們的這個 市長六千塊 市長也有信不信 他說 我們台南齁 我們台南齁 如果是土地去齁 你要扶一半 就是問蛤 怎麼又跟我有關係了呢 他說你要講得太好 不知道大家都來 其實是好啊 不好我是要怎麼說對不對 我們台南是一個很好的好地方 三個水口 兩個來 那一下 你的循環盤 哪有這個蝦子 有像台南這樣 現在搬來又要三個歐 無關啦 國際劫的齁 所以呢 啊 我最近 為了要整理 因為我在網路裡面 有很多 所以要把這些東西整理起來 我特別去圍六頂的地圖啊 啊 因為你圍地圖到什麼 那不去啊 很多人也都在圍地圖啊 你市政府撒就好 還是要撒你漁夫的 呵呵呵 不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這裡面的圖 除了 裡面都是我自己圍的 齁 一筆一線 慢慢地圍得 圍得不斷 齁 齁 啊 裡面的這個 這個 所有的地方 大部分是我的私地圖啦 阿如果 Acme 外了 這個 啊 這個地方要怎麼去沈進來看 不是齁 你這樣 啊 一般的 groeng crew 你看 大家也知道嘛 蛤 啊 下車尿尿 上車睡覺 欸 來到那位 所在について gebru dizer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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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一樣 了 啊,來講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六頂地圖 我現在從這禮拜開始 每一禮拜來講一頂 每一禮拜來講一頂 他說阿姨,地圖要去 沒辦法,不好意思 這是太久了 你如果要聽就要去往路頂看 才可以看到地圖 啊,最好是等我出去 不好意思,靠在那裡頭說過 哦,這樣沒公民政代出色就是出色 哦,要看的人自己去買 啊,如果沒有要看的人,沒關係 他父母,地板路也是 可以讓你看到 好啦,我們第一頂度呢 是一個位這個 湯德璋紀念公園的府間 啊,我們知道的 湯德璋應該是一個銀環嘛 那麼湯德璋紀念公園 欸 欸,我在身上都沒拿到湯德璋這個人 啊,也沒有說到湯德璋公園 但是有唯在那裡 就有人問我說 啊你那紀元,就唯在那裡 為什麼要說湯德璋公園 哦,有 啊,江樓你是要叫我唯什麼 啊 要唯,我們江樓一田 那種粉絲花 真的粉絲花我有唯 啊,不過 湯德璋的故事發生的故事 說起來是很悲慘 啊,我們 這個 我們知道湯德璋是在 這個民生日園 這個地方給人搶閉的 給國民黨給它搶閉的 那麼湯特張是一個師 他的故事說起來 最新的故事是怎樣 湯特張的他爸爸是日本的警察 日本人 帶到台灣的母親 他爸爸就是在教巴黎事件的時候 去餘親方他們這些 反對日本人的漢人 去餘親的太太 他們爸爸去用台詩 台詩他們這個老母 就叫湯特張律師 這個寡母 就慢慢給他娶大汗 娶大汗做一個歷書 哇大汗的時候叫國民黨台詩 這真的是很比賽的故事 很比賽的故事就是說 為了這些外來的政權 不過說起來他們爸爸是 算去到本地的漢人台詩 他自己叫外來的政權台詩 所以這說起來是 要是說台灣人的苗文 就是這樣啦 人要跟我們通緝 就講 給我們通緝 放空一個 我怎麼會叫人 別忘記 這個 政權到位就是 這是什麼 比政的故事 我們怎麼說出來 不要說比政的故事 好嗎 如果湯特張紀念公園 裡面有一個比較好笑的事情 現在沒有了 以前比較好笑 以前 我們知道湯特張公園 湯特張的當上 看出去了 就是他看到什麼 看到那個孫中山的腳踏 屁股 有什麼那一個孫中山站在那裡 放一個國父同鄉站在那裡 有一陣子 聽說 那是塞子會關的 塞子會關的 不要說塞子會關的 塞子會關的 塞子會 修理一下 因為有現在派起來的樣子 阿叫那個 台南市的市長部的主委 國民黨的 就在那 控制 控制在那裡 在顧那個 顧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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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那個孫中山 顧一個東上 顧一個東上 有的 所有人都在顧那個東上 就對了 很好笑 顧 孫中山 好啊 顧過孫中山也就算了嘛 啊 這個 結果呢 買了那個 台南市政府 有的人 我就在說這個事情 說 你跟他插的就好了 不要插味 看他們能撞到多久 讓他們去撞了 我告訴你 最好是 這是什麼政治人物 政治上的這些人物 最好不要放 人家那個 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的祖國 祖國 毛澤東人也說過一句話 他們其實要把毛澤東做的銅像 毛澤東說 啊 我 你把我做銅像 然後讓我在外面 吹風淋雨 啊 你們在 你們在裡面想 享受安就對了 毛澤東就反對了 啊 當然 啊 中國人要做毛澤東的銅像 我換做到全世界也有 做全中國也有 怕死人 啊 不過現在我們知道孫中山 蔣中正這些銅像 很多都被收起來 啊 台南很奇怪 又放一個孫中山 在那 啊 以前的那些統治者 啦 以前本來不是放孫中山 啦 我記得是 放那個 日本的總督 華山之際 啊 沒有那也是 拆掉的 當然 不一樣的統治者 就都把它拆掉 最好 我告訴你 以我的意見 就是所有的那些 銅像最好 是放那些文學家 詩人 啦 音樂家 啦 這種有藝術成就 使得人類共同進步的 這種的銅像才有意義 對吧 啊 你放那些人要銅像 放那些政治 政治是一時的 啊 OK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湯德彰的 那個 啊 紀元公園裡面 那個孫中山的銅像 以前 我當時來台南 不是真的很好笑 啊 當時就看到 那個 到聖誕節的時候 啊 孫中山就開始 旁邊有人在 架那個支架 喔 雞仔 鐵雞仔 就把 鐵雞仔開 鐵雞仔都 都架上去以後 都穿上 把那個孫中山 放在裡面 你知道嗎 啊 原來 要把孫中山齁 從過的 做一個支架 啊用一支 很大支的聖誕樹 都把它蓋起來 呵呵呵 那兩年就叫它 蓋起來 那兩年就在那架支架 啊 所以我有一年齁 就把他打開 打開 打開 他打開 啊 你 你管我的陳水扁 我管你的孫中山 呵呵呵呵 叫他上網 讓大家笑到 翻過 那很諷刺的齁 孫中山靠的那個聖誕節 新京都蓋起來 呵呵呵 呵呵 全部人在過聖誕節 跟他不行 呵呵 啊 但是齁 啊 現在沒有人齁 現在都放在那個 台灣文學館的頭前 啊 那麼這台灣文學館 我們知道就是 過去的 台南周廳 齁 台灣文學館是這樣 我如果有朋友來齁 我感覺這棟 巴洛克斯的建築 啊 沒有這棟在這裡 啊 哦 台南要做一個 古都啊 呃 不夠欺騙 就是因為這個建築 才會搞這個欺騙 這棟 國立台灣文學館 呃 也 全身台南周廷 屬實上 是由這個 日本的建築書 深山松之柱 我記得是他名字 是這樣的 他來建的 我應該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 日本時代 齁 因為深山松之柱 呃 他在這個 這個 台部分 去學生的 建築 喔 這個這個 日本的建築書 少年 在那個 應該在日本本國裡面 沒什麼發展 所以就要來到 啊 市民地發展 啊 剛好來到這個 台灣 啊來到台灣的時候 啊 剛好去台南 齁 這棟蓋子很漂亮 那個人是 又蓋在那個人 又蓋台北賓館跟總統府 齁 啊 還有很多像 比如台中周廷啊什麼 那都是他蓋的 啊這很厲害 這幾四人都出國過 但是你要可以蓋這國蓋 英國蓋什麼國 他都會蓋 齁 歐洲的他都會蓋 有夠厲害的啦 齁 所以人家那時候的建築 搞得非常好 齁 做好之後啦 沒了就是 國民黨來的時候 在這個日本時代啊 去美軍風炸 炸一個漂亮的狗狗 齁 人 有一邊齁 像是像我看的相片是怎樣 可是各位要知道齁 在日本時代 任何的建築 每一個建築 他所有的這個 平立婆的這個建築土啊 都有保存下來 啊 啊保存這要做什麼 啊儲派也算不需要修理 要修理來看土啊 對吧 齁 像我們現在都沒有了齁 我們現在都沒有了齁 所以我們現在在儲派也不知道要怎麼收 所以我們這 這 就是說 呃 台灣人隨小那種 沒有特色 沒有衛生的那種款 齁 來到這裡這種事情都不知道要保存 結果人就是因為保存漏了 所以那時候馬上又把它蓋起來 馬上就把它蓋起來 你要知道這上面 你要蓋這些土料 不簡單 不簡單 譬如說我最近 啊 我為了要圍這些建築土啊 齁我最近只要圍那個監察院 在那找土料 找到我們蓋什麼 找到我們略工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啦 找不到那些頻立婆的那種 那種 那種土出來 你看我猶豫在這邊通常 我就要參考他們人上面那個 尤其是他們上面的 什麼雕花啦 什麼勳章式啦 什麼 什麼 牛眼瘡啦 齁 這都是真壞的 這都要照顧不來的 不能親菜做做的 齁 齁 所以你看看我 如果在圍那個建築土 各位如果在看我的部落格 在看我在圍的建築土 你看看我 我那是很認真圍 我不是親菜圍 齁 雖然我也是特建築福祉 齁 所以不是什麼偉大福祉 齁 齁 但是 但是 你要做這個 你也要 要認真圍 齁 結果 這個台湾沒想 啊 還有一個 比較好笑的事情 就是說 他有一陣子 剛好民國五十一年 也就是1962年 那個時候 美軍協防台灣 在這個台灣 有幾個空間之地 台南是基東一個 所以你現在到這個 台南基町 我不知道 我們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如果出國 還是從台南做運氣出去 你不知道注意到 我們這個台南基町 那個 那個是空軍 那個軍跟民 混合使用 裡面有高爾夫球館 有高爾夫球場 你能在那裡打高爾夫 他說 我們空軍這麼好名 在那裡打高爾夫 我說 那就是美軍時代流下來 啊 我們很多 很多這些建築物 啊 不然呢 美軍有利用過 這 比較說 這個 台南 啊 在這個民款樓有 一間叫B.B.A.R.T. B.B.A.R.T. 一間那個 咖啡廳 那間咖啡廳 喔 他們進去裡面 整理的身材 發現說 欸 那裡面奇怪 怎麼有美軍的 什麼國際啊 什麼東西 一大堆 要不要查出來 說 原來那裡就是 以前的美軍的 庫洛寶記憶 啦 齁 啊 這如果沒有說 有一個美軍 齁 啊 你就不知道 啊 現在這個 所以我已經在那裡 有的那個B.B.A.R.T. 很多人問 我說 有的B.B.A.R.T. 你不知道 那裡就是 以前美軍 齁 他的招待所 那麼 那麼現在 那裡變成什麼 變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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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很多人 都會去那裡 做 啊 啊 所以這個 那裡的行 啊 那時候美軍來 幫我們協防 啊 協防呢 我們的 那個 啊 中華民國的這個 空軍啊 後勤司令部 空軍司令部 後勤的 齁 做好勤的 就搬來這個 台灣 現在這個台灣 衛生管家 就在這裡設一個 中華 啊 就是因為在這裡設一個 中華 所以呢 美軍的這個 美元啊 美軍那裡補給品 就也 開一半 啊 開一半 就 因為那個國民黨的軍隊 非常腐敗 所以呢 台南就出一條 雞 叫做 茶辣市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們 你知道嗎 英禄市場 國發街 那叫做 茶辣市 啊 國發街 一邊是英禄市場 英禄市場 啊 另外一邊 英禄市場的對面 那邊啊 是這個 啊 我們以前說 其實那是什麼 很多站在那裡 就說 古早的寄女婦就對了 啦 但是慢慢 現在已經都 你都看不見了 我聽老一部的人 在說就是這樣 啊 為什麼那個國發街 變茶辣市 啊 我沒有研究 結果 原來就是 美軍的那些東西 說那些茶辣市裡面 都在賣兵 啊 啊 就算不知道 美軍的軍演 誰來 啊 國民黨那些軍隊腐敗 啊 就有人把東西拿出來賣了 啊 所以我們國發街 那個時候 不知道叫做茶辣市 啊 就是這樣來 啊 啊 就是這個 沒有辦法好家在 啊 到現在都保存了 啊 啊 也整理要很漂亮 所以我如果朋友來 都會帶來這裡 走走走走走走 啊 啊 尤其是我們很多 也都會很強 比如李杜 啊 胡錦華啊 這我的好朋友 我都很貪欣他們啊 為什麼呢 在那邊就看到他們作品了 欸 人家家人家一定是 金人變古人啊 這些人在保存作品 啊 我呢 我雖然漫畫家 我是雖然 沒有什麼重要 但是我也是一個漫畫家 都不能幫我保存 可憐 哦 你知道 如果 我如果百年之後 可能也放不進去 這可以放進去 比放在中列子比較好 好 來 我們這個台灣文學館附近 當然有幾個建築 譬如土地銀行什麼 這個我都沒過 因為我郵理帳沒過這個 土地銀行 我就沒辦法去人家做錢 就叫我為土地銀行 但是第一是很好的建築 它要這麼多 最重要是譬如說零百貨 零百貨我有的 有什麼零百貨要有的呢 因為零百貨在那個時代裡面 結合二十幾年的樣子 那個時代裡面算是全台灣兩個大百貨公司 而且是唯一有電梯的 那個電梯是一種我們看到的這種 應該叫做新藝術的型態 這東西差不多是折衷主義 什麼折衷主義呢 說得很濃稠 不是 簡單說就是說 它是從古典過渡到現代的一個折衷 以前我們去家一定要這樣 正當正在裝飾一大堆 但是現代主義起來之後就說 哎呦 去家去到那裡 裝飾要做什麼 所謂的 function follow form還是什麼 就是以功能為主啦 以功能為主 那麼就不講就裝飾 不講就裝飾 所以你現在看到那個台灣文學館對面那種消防隊 那就是這麼有趣 那就是非常現代主義建築 那麼它的包括它的一樓是樓空的 一樓是空出來的 然後呢它的頂層啊 那它是什麼橫向拉穿啊 丁丁的齁 這些東西都是那個 科布之葉就是科比翼 那換這個科比翼 科布之葉才有換這個科比翼 怪怪 那就是那個 那時候它是主張現代主義建築 那你說那時候才會有什麼現代主義 什麼古典主義 這齁 簡單說一下就是這樣 因為啊 在這個兩制世界大戰期間啊 在歐洲啊 是死太多人了 小禎嘛 小禎就死很多人 啊房子也賺完了 講講拍 這人炸到拍拍去 啊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啊當然就是要看得筋喔 啊 快把它蓋起來 讓很多人有所在的地方賺 所以那個所謂的 安德廣下千萬間 大批韓式聚歡言 我也去祝福的詩是這麼寫 哎呦我又是認識了 不簡單齁 啊這個領百貨呢 它在那個時代 和小洪地的比較現代主義 不太一樣 林百貨本身還有一點點裝飾 因為你要做包圍公司 做商場 所以你還是要有一點裝飾 但是它是過渡到現代的一個過程 那麼這個林百貨 你如果是要看以前那是整棍的 他的建築是很大的量體 以前的日本人大概就是 這個金閣民生律元這個地方 是日治時期裡面非常重要的 日本人政經的活動中心 再來我也會找到我們的永勝帆布 彭博 彭博的旁邊就是我們的達米 彭博 我們怎麼知道的彭博 就是我們說 我們台灣過期的一種 我們台灣人說用檢操 也就是令朝 下去邊的那個 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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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古早時代有人說 夾夾水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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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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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喜歡肉依 肉依才知道他人身 他的人身的態度是什麼 我才會去死 不然我不是隨便死的 我就不是記者說對不對 好 這個裡面還有一個 策後所 策後所就是我們台南人說的這個 負久觀 整個都建了一種負久觀 南負久的負久觀 古早時代負久觀就對了 但是這檔子很重要 這檔子是那個 日本 日治時期來著引進現代科學的開始 我們古早人在看這個氣候是怎麼看 看漏風 看天 看看星星 人家策後所就不一樣 用現代儀器 在那裡預測氣候 尤其是我們台灣 是一個 有地圖 有風胎 其實不是那些人 老實說 後地人也有風胎 天災一堆的地方 所以呢 一定要有好好一個現代科學 那時候 日本人把這個科學的東西 預測天氣 廁後 預測天氣的東西 把他引進來 所以這些廁後所夠近 其實是 小坪 但是 不好蓋 那時候 廁後所 我有一座區 附近一個 里長 我也很厲害 我台南大 還在附近 里長 一座一座 麵 不是為了政治 最好 是因為我經常去那個地方 走來走去 就跟里長 就有熟 里長也是樂意 給我介紹 很感謝 這車廂所 他就說 那裡的里長 有說 古早時代 在聽他們老婆說 說那個 那個 我們知道就是 日出 世界很多 日本最好 去攻擊美國的 那個 哈威 珍珠港 聽說 命令是從這裡發出去 因為那裡有那個 拍電波的地方 聽說 命令是從這裡發出去 哦 那樣嗎 哦 所以這個車廂所 不是簡單的 我跟你說 哈 不是簡單的 不可 其中 預測天氣 預測地盪 這人 馬英雄去參觀 大概就在那裡 堵 好啦 看來 公費的那個人去 實在是 很奇怪 來 後面有一個 這陰料理 這是我們現在 去年度的年底 剛好 很好的 陰料理 我想 為什麼有的原因 那就是說 我們這個 我剛剛有說過了嘛 唐德章 今天說的民生律元 這個經隔的所在就是 以前日本人 日治時期 日本的政經 中心 政經中心 所以呢 他 他這個 因料理 那在日本 我們知道的 日本有一種 很特殊的就是 為民 民治維新 之後 他們就開始有一種 合作 合作 廖庭 政治 廖庭 是怎麼廖庭 高清又有 高清就是說 你在那裡 北京 北京 平時在國會 說到那裡 整齊傳播 有沒有 啊 不是 在那裡 敲不好 要怎麼敲 晚上的時候 來喝一杯 小姐叫來 通常 那個時候 叫小姐 因為廖庭智 都叫藝人家 藝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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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表演一下 酒喝下去 忙忙 好 好 禁菜 過了 過了 這就是他們的廖庭政治 在那個時代 有這個英料理 把它蓋起來 這是很重要的 事情 為什麼 因為 邊緣說 可以 事實上 就是 規劃 就說 讓你能夠去想像 那個時代 日本人在通知 台灣時代 他們在說這個 政經 那個 事情 要怎麼敲的地方 來 把它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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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英料理 是在 這個 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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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的 車禍所後 旁邊 那裡 要在客間 提供廟 那裡 就有 再發號 在我這邊說 這你 如果 在台南 沒有吃過 再發的 肉 肉 肉 你就差不多 可以拿去 說 腸 這 這 1895年 多多 我們 幾百年 就對了 那 那個 老闆 我也 我 也很好 我是 今天 看他在包肉 我 很好笑 你知道嗎 他很認真在包 他在包的時候 他在包肉 那個地方 上面 有 兩張相片 一張是他 爸爸一張是他媽媽 他在那裡包 我 那我就 我那時候把他攝起來 跟他寫一個 祝姐說 爸爸 媽媽 我有認真在工作 哈哈哈哈 老闆 很高興 現在聽說 你們團到第五台了 這是台南的 這個 算 美食地標之一 在發號 我有一個人去學問 我們 南部 在做 這個長 用煮的 米用煮的 跟台北那種 用蒸就不一樣了 但是 我去學問 有一個人 看到他們 學問 在做的這個肉掌 跟 跟我們這個 南部一樣 不過 會問那個人 傳 傳到說 他的肉掌是全世界最好的 這個 你說 你是不可以來台南照過 你照過 你連傳你就 不好意思傳 我跟你說 好 再來呢 我們進入 的這個 順時針方向 再來 我們就走到這個 民權路 跟公園路 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就是台灣的 公會棟 我沒有位公會棟 但是公會棟 旁邊的十八碼 我也會學 他說 因為我那邊 無緣還沒學 還沒學 還要學 整個肚子 很甜甜甜甜 那為什麼 我就不會以為十八碼 十八碼其實 我們知道這個公會棟 旁邊的附近 也是日治時期 一個很重要的 經濟動心 繁華的地方 比如四村園 旅館就在那裡 啊 無緣這就是 算說 無緣這個人 他是 當初 他在做鹽 就是說 我們台南 那時候 做鹽 這件事 造就了很多好的人 啊 無緣這個老闆就是 無緣 是那時候做鹽 那麼他以前 這個公會棟 就是 公會棟 這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 如果要以前來說 就是好像是 應該說什麼區公所 什麼公所就對了 反正就是在宣揚 政令的地方 就是 在結合市民 跟市民叫來 叫來 宣揚政令的地方 那麼四村園 在附近啊 那時候 當然有很多餐廳 那十八毛 十八毛 是本來叫柳屋 他把柳屋拆開來 變成十八毛 柳屋 那柳屋其實 它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 當初的一個 日本料理店 哦 餐廳就對了 啊 啊 還有一個 賣的就是 肉餅的雞肉飯 雞肉飯 我為什麼要拿到餐呢 我為什麼要拿到餐呢 我為什麼要拿到餐 因為 在台南 你如果在做這個 啊 在台南 我跟你說 不是猛龍不過江啊 啊 啊 台南以前沒有雞肉飯呢 啊 這個 雞肉飯 唯一的原因 很簡單 就是說 他那個時候 這個肉餅 四廟啦 啊 他 來到這裡 啊 來到台南 啊他就 他本來是在家裡 啊 他跟人家做雞肉飯 他發現說 欸啊 台南沒有人在賣雞肉飯 我來賣看看 啊 他賣下去了 我現在看了很多間 啊 啊 啊當然啊 他說台北文 都不是他的觀光 就他的雞肉 啊 啊其實 聽在那裡 整個都為他 都拌在台南 啊 就全面在賣雞肉飯 啊 啊所以我們看什麼料家 什麼雞肉飯 啊什麼 啊所以這 我特別的問他就是說 哦 啊你 你知道台南是美食之都 啊你還 你來這裡賣 嘿嘿嘿 大家如果不愛吃你就慘了 就沒用這樣來 生理這條不錯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尤其是到春天來的時候 他剛在那個廁所的對面 那廁所那裡有三張 紙花、楓寧木 尤其是到這個春天的時候 二三月吧 那個時候他就開花 你還不知道開港很漂亮 有夠讚的 我又常常站起來 都來到這個雞肉飯 才吃一碗雞肉飯 看花 好餒 有夠好名 看花、賞花、吃飯 吃雞肉飯 旁邊還有一間紅茶 也可以去那裡 還有一杯茶來喝一下 坐一杯也不會生 其實旁邊還有一間米靈 美靈還有什麼 美靈還有讚啊 早上早餐也有 這美靈有什麼 很重要 因為我小時候 我的屏東拿筆人 我早就在拿筆的菜籍 剛才在拿筆的菜籍 正對面那裡 所以呢 早上整個都是菜籍 有一個搭 那個搭 高清 印象深刻 它是用搭來的喔 不是我們 你不要想說 我們現在 騎一個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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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來這裡頭前 不是 用搭的 以前是用搭 像搭名這樣搭來 搭來 搭來是搭兩腳 一腳是米靈 後面那腳是行人地 搭兩腳 這都古早味做法 它的米靈是用土豆和芝麻下去炒 它的行人地當然也是純粹的 那不是現在我們這個 去素食店 不是素食店 去便利商店買的 那種化學的 化工的 不是喔 人家都是古早時代 所以那個住民 對我來說 那是很重要 你知道嗎 米靈喝醬 配一支油條 那才是行人地 還有一支油條 還有一支油條 土雞蛋 土雞蛋 土雞的蛋 我們知道這個 以前的時代 阿楞最小的 阿楞比較大顆 比較大圓 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南的這個 露兩大部分 都露阿楞 那是因為燈酒 不是 露起來比較大顆 看起來 賣相比較好 所以大家有很多人 用那個 阿楞 什麼的 這個露兩形 阿你如果露雞蛋 露起來就整個粒了 齁 吃起來就 口感就不一樣 阿我們這個 露雞蛋 阿但是這個雞 阿楞最大顆 還是一般的肉雞的雞蛋 齁 人家養的那種 阿如果土雞蛋 就整個粒了 齁 整個粒了 差不多 當然 比分焦能更大顆一顆 比較大顆 齁 就是介於這個 用刺的這個 機能跟那個 那個 那個分焦能 中間的這個 大小 齁 齁 啊所以 我去那裡 早上去那裡吃的米蘭 要用古早味做 齁 你知不知道多好命 齁 想起我小孩 我們阿姨齁 這樣跟我買那個 早上 他就這樣 小小一碗 去外面買進來 啊我以前 讀 國中 啊又 讀書 又讀得不錯 齁 我媽媽 鼓勵我 齁 早上就這樣 行人地 打一顆 老闆人 哇 這種粒味多好你也不知道 齁 啊 還走到這面 這個合成環部 合成環部的這老闆齁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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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一個 齁 齁 走走走走走走去 我注意他看 李濤 哈 李濤 李濤什麼人知道 2100李濤 李濤現在不是主持 講解這個李濤 跟我是TVBS的開台元老 都是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他的節目 2100在頭前 我的節目選舉完成在後面 他的節目再來我的節目 我以前那個節目是穿得來不穿 他就買了李濤 那時候也做TVBS的總經理 我和他算很熟 雖然政治的力量和理念沒什麼想 但是我這個人不是說 TV你出的台灣 不然我不是說一定就這樣 嫌惡 所以兩個人也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 所以說有革命情感 有革命情感 有革命情感 那他講得知不知道是不是 在那裡放到那個 合成帆布 就在買這個 他如果跑去買那個 彭埔白襪嘛 所以這人生 無處不相逢 知不知道 合成帆布 我是說他現在出到那個 他現在又來新的這代 帥哥 大帥哥一個 長得又高又帥 然後他們的這個帆布 他這個帆布是這樣 他很有創意 他很有創意 他的帆布 這被你的火廣告 呵呵呵 這聰明 這聰明 你知道那個Picasso 各位知道那個Picasso 就是一個畫家 有一天他要做一個圖 他要做一個圖 他就把那個木工說 我的圖就是要怎麼做 怎麼行 他就圍一個圖給他看 圍給他看 他問說 這圖要多少錢 這樣啦 那些人把他抓衣給他 說 你名字簽簽就好了 不用錢 呵呵呵 呵呵呵 不用錢 嘿嘿 嘿 聰聰聰聰 我們現在聰聰聰 這個就是 其實在中山路 和這個 青年路的中間 就是阿川的薩目魚丸 這樣說的 這個薩目魚丸 我也是 薩目魚丸 是算阿川這邊下來的 應該是三間 英紀也是啦 還有另外一間 他這個開的 還有四間 還有一間在天公廟附近 他就他就開的 英紀的老闆 他就開的 反正 我來台南這樣 住了 六七年之後 就知道 原來做魚丸的姓什麼 做魚丸的姓老 做那個 雞肉飯的姓老 擦鮮魚的姓老 他媽媽知道 原來他們這都是同一個家族 來做之後 慢慢就疼出去了 所以這個阿川 阿川 阿川 是不是魚丸 裡面 這個 現在這個老闆 不是阿川的狗 他是算說他的 土地 土地 沒辦法 他自己下去做 阿川 阿川 也是對他 這個土地 四童幾出 就對了 啊 他這個 土地 就帶了一個 外南母 國台語 越南話俱佳 我第一間 補台母 吃菇菇 說外南母 我也會說 我講幾句 我給你聽 叫做 姜蓬姜 南妹蓬姜 啊 他說 你好好玩喔 那個是喝酒用的 呵呵呵呵 姜蓬姜 意思是 喝 喝乾就對了 吼 南妹蓬姜 就是喝什麼 水魚 這樣吼 阿 就是奇怪 外南人 在說 這個 我們台灣人說 乾杯 好乾啦 這樣起床不才有 阿你跟外南人 在那裡說 姜蓬姜 就 起床就不一樣 就不像我們台灣人說 火搭啦 那種的 會起床 他怎麼捧著 南妹捧著 這樣有起床嗎 沒有嘛 沒有 對 不過他那個 外南母 他給他生一個 白白胖胖的兒子 出來 又很勤勞 所以我如果 剛才起來 要吃 因為阿川這間 算比較隱藏版 英機比較有名 英機 這樣 拿到 進去 尤其是 周末 weekend 的時候 還要領牌 請就去金郎 你知道 去金郎 金郎我們要說 下一號 現在 電腦什麼 六 不是說 十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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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 幾號 對台 這樣吼 他也這樣吼 要像我三個魚 魚丸 湯 要領牌 所以 這說起來 我每個企業都會說 好 你這真實在是 哪像銀行的 整台 英機的老闆 一般人 一米 裡面吃 像我這種 因為老豬狗 所以 慢慢含意 聊天 有人在賣 蜜蜂打 大學畢業耍儀 還有 真好幾歲的天分 我一天在那裡吃蜜蜂湯 吃這些 我看著說奇怪 這 牆上的 這個 照片 蜜蜂 我記得是大阪城 雄本城 不管 反正是日本的 一個高雄 那張 攝影作品 怎麼這麼漂亮 這是什麼蜜蜂 現在走一走 看著 老闆蜜蜂 要知道說 他 這個老闆 很老闆 是天分 蜜蜜 一流 嚇嚇叫 就這樣 所以 我說 你來台南 你來台南 你去看人家賣蜜蜂 我告訴你 這 裡面 奇人意識一堆 他們這些人不是說 只賣蜜蜂 當然賣蜜蜂 最好 所以還有 另外還有 還有自己的 嗜好 還有自己的嗜好 那也是 你像 我去吃 那個 一間牛肉 他打 嘿 那個是不是 那個阿爐 那個人 那個阿爐 那個阿爐 他的骨肉 我第一次去 他說 他有 你有打球嗎 我想說 你這賣骨肉的湯 你問我有在打球 在做什麼 結果 有人知道 有人問我 你有打九尾蜂蜂嗎 都套早去打九尾蜂 你可知道 所以 我說 這些都 背後都有 幾把刷子 不過你說阿姨夫 你怎麼知道 當然 你就要像我這樣 十八尾蜂 就是趙蜂蜂 跟人 拉一拉一拉一 慢慢 大家就 比較熟 所以 就慢慢 知道 好 阿哥哥 阿哥哥 就是 綠峰的來 第一次 這個地圖 上面的水 寶寶 這寶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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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常是這樣啦 朋友來台南找我 不然就差不多這樣切完了 不然要走的時候讓他拿著刨手回去 不然就把他洗到他的包子錄下來 就讓他拿著包子 拿著水晶腳 現在要坐車回去 坐中間 然後倒腰 就可以拿出來吃 這是一個小小的神秘 但是我跟你說 我帶他來這裡是很豐富的 開玩笑 我台灣的媽媽吃東西 我跟你說你連那去買那個 什麼廠商出來的那種包子 你去便利商店就有了 都賣很多的包子有了 你覺得那都不好吃 我們台南做的包子超好吃 當然不是包子弄而已 幾個京都萬川也是 都很好吃 再來 再來 阿米是廢皮獸的壽司 這間特別要把它揉進去 為什麼要揉進去 這個阿米是這個 這個挺台灣 挺我 很認真的 上來 最重要的是 它的東西很好吃 這個阿米是一種醋 臭味 醋味 醋味 要淋一些臭臭 臭味 包的時候 它就要把那種 飯壓 壓著 讓它比較緊實 我們刺刺刺刺刺刺刺到 那對人家沒有現在要輪流做 你也不知道他什麼 他的關節都少掉那個 就是說韌滑啦 少掉韌滑 所以要輪流做 為了要這樣做得很好吃的 那個舒適給我們吃 辛苦得很頂童 其實要他感恩 我說我覺得在台南吃東西 真的除了說你若是信教的 你要感謝上帝 輸給你這個 和人家好家的資本 另外你也要感謝這個老闆 人家真的實在是 這樣做得這麼艱苦 他也繼續在做 不然要他收起來 所以 真的 我如果這個阿米是 有型我就找他 買幾個回來吃 很好 阿米是在凱山路上 凱山路上 凱山路在那裡就是 港和英吉 廣仔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廣仔四目魚丸 那是一定傳到那個 H台 H台是在學這個 就是算去那個 餐飲學校裡面 進修去特大學 現在他們兒子在用 阿 生理也是越來越好 阿 再加那個幾十飯 我如果想到的時候 跟我摸兩個 就 反正我們 只有兩個 跟我們家那個水母 兩個就走那裡吃 走那裡吃 欸 真的喔 那幾十飯 你要想看看 用手這樣 一條一條條條條給你吃 你要拿擠 還沒那麼熱 20克我記得 這樣 總從用手用條條條 慢慢一條一條的雞絲 把它吃上來 給你吃 喔 這真實在 台南人才有這種好命 再來呢 這個我今天讀的 我想是按順時針一直講 再來就是他講到人問路上面 人問路當然 有什麼孔廟啦 社會 還是我要講的是 除了孔廟以外 孔廟是 孔廟那個 張明清也要去過那條拔島 大家就來台灣說要做一個 要用那個婚禮 在拔島的地方 中國的張明清 來通證張明清 其實他是小腳而已 大家就是這樣叫他拔拔島 沒有人跟他拔島是自己拔島 但是我們台灣的檢察公會 就要跟他們祖國拍馬屁 他也是跟那個什麼王頂雲那些 都跟他拔去去騎手 要拍馬英九的馬屁 還怕拍祖國的馬屁 所以台灣的這個法官 我們的司法 我如果不求就是這樣 唉 自由新政範圍太大了 說起來很大的 不過這個 孔子廟是這樣 我偶爾早上會去 一間上街 商鞅 裡面那張白龍樹倒了 倒了 那一天要把他拔島 我剛才去看 他先把他拔到一半 不然整張要把他移拔 移拔的時候 我早上我就跟那個 莉莉冰果市的老闆兩個 我兩個 我兩個 我兩個在看他 準備要拔島 要拔那個金 整個都給他 鋸條 要給他整張拔島 我兩個在看 最後巡禮在那裡 在那裡 結果看完 看完 已經開始在那 一塊一塊要拆開了 我說 我說 差不多了 所有的儀式 就是什麼 包括要拜拜 都已經做完了 我就跑了 跑了 結果說什麼 還沒知道 看那樓 手機的FB說 蛤 蛤 鑽起來 那個金跟鑽起來 都撞在旁邊的鼓蹟 還有鼓蹟都撞在 結果這個廠商 這件不太多 不太多 比如說 空主廟旁邊是 武德殿 我們怎麼知道 在日本時代 武德殿就是 日本人提倡 寵武精神 連武術的地方 他在那裡 我們現在是 你如果去看 就是先連檢測而已 可是以前 也不是連檢測 他還連什麼 射箭 什麼都在那裡 啊 武德殿 這間武德殿 跟那個高雄的 什麼旗山的 什麼比起來 目前全台灣最大 競的武德殿 在台南 這間又不太好 不太好 這實在是 說起來 啊 高雄為之 可能日本也沒有 這樣 日本聽說 只有香港裡面 還有一個 很大的武德殿 但是 要像台灣 這麼大的規模 沒有啊 沒有啊 現在武德殿 是那個 在... 在連檢測 我知道 有一種 我會比較早 他就是 他就是 周日時都有人在那裡 連檢測 我去看 我有在那裡想說 是 我如果十八英 沒有來連檢測 我來台南後 是在那裡想說 要來連 連他要連太極拳 連他要連檢測 他經常叫我 莫名說 你健身房 比較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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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你會想我一大堆要做三個月 就 就想說 反正在這裡 沒什麼事 就跑來去練 健身 健身 其實 不然我評估一下 我看他在檢測的東西 準備一大堆 我又緊身 不可以 去跟人家連檢測 去跟人家連檢測 我自己也不知道 看不見 不過我看他在檢測 我看不見 這武德殿 我們知道 像我如果是朋友 我就跟人家說 一些裡面的故事 比較說 他在屋檢下方的屋檢 圓板 就是 瓦的下方 有這個圓板 那個圓板 上面有幾個 幾個用擋著的徽章 因為選舉 不選舉 在戰爭的時候 全都拔起來 有的落下來 落下來 落下來 小孩子 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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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去賣人 換湯 撞去 現在那塊要找出來 那東西要找回來 困難 困難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說到葉石濤 這事情就 因為我來台南後 葉石濤的主題 就開始在那裡看 什麼紅鞋子 什麼之類的 我們知道葉石濤的 是我們台灣文學界的 老前輩 我們先說這個建築 好了 這個建築其實沒什麼 但是它背後有兩株 這是那個算南洋山 南洋山 南洋山 長得非常有趣 南洋山還會這樣 長得鵝鵝多姿 S型的 很奇怪 兩張都一樣 那兩張同行 大家就說這盒是夫妻宿 夫妻宿 像那個阿嬤這樣 那兩張 我們的各套三個都一樣 有一件就是叫李秀琳 就要給他們 證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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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琳也沒結婚 那是要給他們證婚 奇怪 反正已經證婚了 有生出來 我不知道 百年老術嘛 當然那是一個外棟 那現在合作的這個文學紀念館 在差不多 我記得是 weekend的時候 阿波跟他們差不多 一點或點半 都有老師來帶 人 按照葉石濤的這個 修讀文學作品裡面 他所說到的地方都把它帶去 都帶去 我又在我們節目裡面 特別是說到 約九頭 修讀文學裡面 暫時 他在說過的地方 阿所以 那些地方 你就慢慢就 看到他的文學裡面 說 原來是 這是怎樣 這是怎樣 修讀文學 你當你想像 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 阿在台南 他們是過了什麼 那樣的生活 阿他們的風俗 禮儀 是什麼 比較說 吃不吃 一時 譬如說 吃不吃 那時候 台南市的人是穿白衫 在台南市 如果把那個吃不吃 是穿白衫 但是 從台南市出去之後 穿黑衫 阿就是 為什麼要穿白衫 穿黑衫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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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看 看看看看 到底是什麼原因 所以這整個地方 地圖 我 畫出來 是有他自己的動力 阿 他說 阿如果沒有照人 那個 觀光地圖 我在畫 我看他要觀光地圖 不是觀光地圖 我是在畫 我個人私人的地圖 阿你若不會對我來 阿你若要觀光地圖 去市政府客 阿你若對我來 阿我裡面 就 阿 就很上誓 跟他們說 為什麼 我會 為這個圖 好 阿我們今天來說 第一張 阿我們現在結束 後禮拜來說 第二 還有後禮拜第三 第四 第五 總共六張 阿的六張圖 可以讓你這樣 隨著漁夫 好好地 細節去出頭 這樣 這是FM9.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是漁夫 拜拜